黃金十八折 頂泰豐小籠包紅到國外 兩千年在加州開出美國創始店 不過現在關門大吉 貼出公告道別 因為疫情調整成本和人力 關掉門市 疫情衝擊全球餐飲業 在國內業者也拚了命找活路 和外送平台合作 今年再增加五個分店 帶動業績成長一成 還有小籠包 牛肉麵 水餃 也有冷凍包讓消費者買回家 銷量和去年同期比增加二到三成 回家可以自己弄給小孩子吃 的話會方便很多 方便就可以直接送到家 我不用在這邊等了 外皮是用墨魚汁製成的 那裡面有黑蒜的小籠包 江南料理名店點水樓 搭養生防疫話題 還有這鍋熱騰騰黑蒜頭雞湯 美味也靠低溫封存做宅配生意 餐廳上門客人變少 同樣靠逆勢增加的外送業績 收到的東西可能是溫的 它味道反而沒有 你用冷凍食品去重新附熱來的好 它一次煮必須要大量的去煮 那大量去煮的話 它的味道其實就會相對來說 比較豐富 我覺得會是成為一個趨勢 滷到上色Q彈東坡肉 網路上也開賣 上海菜餐廳紅豆食服 網購近一兩個月銷量全翻倍 上架電商成趨勢 疫情攪居餐飲 後疫情時代 民電拼轉型 三線黃線是說明頭的